高雄一個媽媽接到了電話 是詐騙集團打來的 跟他說子女被人毆打了 他嚇得趕快想要去匯款一百五十萬 幸好袁瑾馬上制止他了 還把電話接過來 跟對方直接來對峙 這個歹徒氣到狂飆髒話 我們帶你來看 夫人神情緊張急著都要哭出來 他說女兒被歹徒綁架 對方要他拿一百五十萬當贖金 袁瑾一聽就知道是詐騙電話 我是所長你相信我好不好 你不要緊張我看你一直發抖 眼看夫人心急如焚 還把現金提領出來 所長接過電話 直接跟嫌犯理論 沒想到詐騙集團竟然出言挑釁 你說他在討論 對啊 送你去討論嗎 你把我罵 大概罵了我十五句以上的國罵 然後本人當然也有罵回去 但是最後還是跟他說好手好腳 那麼年輕為什麼要做這種事 詐騙勞感十三號再次上演 父親婦人跟先生在家接到電話 歹徒說他們的女兒替人做寶被押走了 夫妻倆打電話確認 但女兒在上班 當下電話沒接通 事後他接到警方通知 立刻趕到派出所才讓父母放下心中大石 感謝警方幫他們一家人 成功保住一百五十萬 記者中文報導